Charles Dickens 1812年出生 1870年過世 我發覺很多大師 他們都很年輕 一輩子的能量都用來寫偉大的作品 很年輕就過世 他們都是五十多歲 他是一個英國的評論家 他自己也真的做過Journalist 他在一個weekly journal 做了二十年 所以那個敏銳性 先不要說文字寫得有多好 你看到那個問題 其實是沒有得訓練的 這是一些很珍貴的資源 這些是經過歷九的訓練 歷九的訓練是一個二十年的新聞訓練 他看到很多社會問題 於是透過他的文學作品裏面 去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對社會的提醒 那種警示 所以《雙城記》其實是來自於《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當然是一個 tragedy 是一個很悲傷的歷史 但它中間可以讓大家發揮的創作 其實也是一個寶藏來的 所以很多讀文學的朋友 其實必須要了解《法國大革命》 你看到有很多很厲害的作品 其實都是來自於那段時間 又或者是用《法國大革命》做背景 《雙城記》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十八世紀末 其實他對這段的歷史 其實他一直都是很有興趣 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看了很多的歷史的 journal 一些的 paper 而他為什麼要寫呢 就像我剛才第一節這樣說 因為他覺得《雙城記》 《法國大革命》之前所有的因素 令到《法國大革命》發生 和當時的英國開始很接近 因為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英國就是那個資本主義 是一個迅速澎湃發展的年代 而資本主義帶來了很多所謂的罪惡 一些在社會上 人民的貧窮戶那種的赤貧化 令到基層的人民其實是很極端不滿 即是越來越極端化 越來越準 而這些他就覺得 這些正正是當年發生 法國大革命的症狀 如果你再不改的話 你再不改的話 這件事隨時都會是這樣的發生 所以透過這個故事 《雙城記》是一個 fake story 它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是Charles Dickens自己想的 是它的創作 目的就是要給當時英國社會 一個借減和一個競勝 其實中間裡面很尖銳 提出一件事 它說人民的耐性是有限的 人民的耐性是有限的 在權貴極度的殘暴統治之下 人民是迫於新計 必然奮嚴的反抗 而這種反抗 它是完全正面的 它認為是正面的 完全是正義 只不過後來 當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 所謂的窮人 推翻殘暴 即統治者之後 他們就來個報復 就是將很多人送上斷頭台 這段歷史迪都大家都聽過很多 而那種的濫殺 就已經去到一種殺紅了眼 血流成河 就是它最後是想bring一件事 就是第一 人民的忍耐 即那個稀壓 人民的忍耐是有限的 這件事大家都很有共鳴 有些事情 也是警醒任何社會的管治者 任何的稀壓 其實容忍是有限 好像林鄭都說 今天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你們對這個抗疫 已經去容忍到容忍不了 是呀是呀 就是不知為何 他突然之間 好像睡了兩年 突然之間醒了 其實不單止抗疫了很多方面 希望管治者 一定要有疏通 一定要有疏導 這些情緒 因為 由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告訴你 所有的壓抑、欺壓 是有一個限度的 即是他不可能無限來這樣引 一壓得厲害的時候 噗一聲 那個V型的反彈就會更加大 一旦彈上去 即是推翻了之後 到那個革命 其實也是 是要批判的 他要譴責 因為 那種的仇恨 完全是遮了眼 我受你多少 我就報了給你 不只報 總之哪一個 是跟貴族 是有關係的 通通都殺 即是已經是殺到 一個血流成河的情況 首先就是貴族壓抑這個老百姓 後來老百姓反彈的時候 這個殺戮 去到已經是一法不可守守 所以到最後 其實Charles II 其實想說 你冤冤相報 何是了 即是你用殺 用血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到最後其實是不會結束的 never end 仇恨是 never end 所以其實是只有愛 才可以解決社會上的仇恨 這個故事其實就是 主要是說 雙承記主要是說 即是貴族和平民之間 兩個階級的主要對立 我們先說一個寓意 再說故事 還有其實說到最後 我都是 highly recommend 你們必須看文字 一定要看文本 你不看文本 只聽我說 都是不夠的 你只有四成 那六成是要靠你自己看的 其實是說這個貴族 和平民的對立 有權有勢的人 當然是敢醫美食 奢華房子 住得很奢華 有很多貴族 他完全為所欲 一開始的故事 就是一個醫生 被徵召 被一個貴族 叫他去醫治一個人 進去那間貴族 很華麗的房子 看到一個很漂亮 很漂亮 絕色的龍虎 一個龍家女 瘋狂 因為被人強姦 然後他的弟弟 也被貴族殺了 其實是很慘無人道 你用自己的權力 去欺壓老百姓 看到別人漂亮 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然後還要殺了 故事一開始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 當時也是實際法國的情況 他們就說 這些人不單是華伊美食 極具奢華 是為所欲為 所以完全是草奸人命 兼且他們坐高位 並不是為國家做事 他們說這班人只是對 歌劇 對於戲劇 是傾心 對他們這些是有趣 覺得是有趣 比起 對法蘭西 對於法蘭西 對於法蘭西的關心 是遠超對法蘭西的關心 所以他們覺得 世界是為他們而打造的 世界本來就是他 這個地 和全世界所有東西 這個國家的所有東西 都屬於我 你也是屬於我 你沒有這個個體 你們所有人都是我的奴隸 天下所有的土地 所有的財物 所有的農產品 所有東西都是屬於我 所以他們就是 持住自己家族的特權 和威權權勢 奢侈浪費 不善管理 考取豪奪 也是債務累累 可以逼得就逼 逼得 對於平民 他是操身實大權 所以他就看到那個農夫 他很漂亮 他就捉了別人去 就是強姦別人 就是搞 你平民的土地 財產 對於他來說 他想拿就拿 他要摧毀就摧毀 理所當然 因為這些東西是他 所以這個 其實就是 當一個權力去到極端的時候 沒有得監控的時候 沒有得平衡的時候 因為貴族大了 就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 當你的管治是一個極端的 不是極端 意思是說 管治的權力去到 只有one sided 沒有東西可以監控他 沒有東西可以平衡他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會看到任何社會 包括我們的社會 你都會覺得有一點擔心 因為好像鍾建華博士 左派奪權 現在不是很one sided 問一個問題 就說你 就扣帽子了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 我只是覺得 當權者 我又不可以叫他去看書 但我覺得他應該要警醒一下 任何事情 當你去到一個 一面倒的時候 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欺壓 就自然會出現的 人們是不懂得自己 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平民又怎樣 平民就很慘 當然在貴族的壓迫下 平民是過著悲慘的日子 充滿著飢餓 寒冷 疾病 飢餓是到處橫含的 飢餓到處橫含的 飢餓到處橫含 空氣裏面都是有飢餓的味道 每一個人都是衣服藍衣破爛 空氣裏面有一種飢餓和臭味 因為窮 每一個人都是一體 每一個人的眼神都是沒有眼神 都是很落薄的 都是淒楚的 全部整條街 整條村都是一些破落的街道 破敗的走房 每一個人都是窮到很遼島 貴族對百姓的迫害 是並沒有停止的 他不是因為見到你已經沒得吃了 那麼慘了 算了 不搞了 沒有 所以我說為什麼權力要制衡呢 因為一個權力 你不制衡他 其實他不懂自己收 他不知道 原來他已經去到很盡 他不知道別人已經受不了 他不知道 所以你才知道 為什麼我們香港這麼關心這個制度 就是因為我們很明白 你靠人去自我去控制 就是歷史告訴你 是控制不到的 就像自己的弟弟那樣 如果你讓他看靠空片 他可以由早看到晚 你讓他吃雪糕 他就由早吃到晚 他是不懂得收育 他不知道再吃下去會肚子 所以一定要媽媽 要姐姐、哥哥 不要再吃了 吃了兩杯 好了不要再吃了 其實很正常的人性就是這樣 有一些 他是停不了 他那種炸取 考取豪奪 他是停不了 不用做又有得拿 那些貪念是控制不到 這是人性 所以才是要有制度 才是要把他權衡 所以他們完全不知道 百姓已經超出了極限 超出了極限 即是他們黑心收的租 是強迫百姓幫他們 是白做的 完全是白做的 搶他們磨方的糧 有剩下的糧 小小的糧 都要用來幫他們養馬 養狗 給他們去打獵 給他們去玩 那人家已經說 吃還要幫你養馬 去打獵 幫你養狗去追獵物 那些獵物 你想想多不強 即是人不如畜生 於是他說 偶爾 即窮人 偶爾有一塊肉 他們是怕到要關上房 即是關上房 不要讓人見到我吃肉 或者見到吃肉 糟了 又不知道有什麼後果 即是你去到一個壓迫的地步 不單止 還要是 那些婦女 即是犯了大革命之前 即是書裡面寫 那些婦女是怕到 很怕自己懷孕了 一懷孕了 她就說死了 真是大件事 就是因為 即是這一班 即是我自己都沒得吃 再生這些子女來的時候 已經窮到不能再窮的時候 即是生孩子來這個世界 其實是一件最恐怖的事 因為自己都已經這麼苦 你再生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就是令到她更加沒得吃 在苦上加苦 所以 是說國家制度 也是對平民是不公平的 有九千萬樣的繳費 要你交 即是國家稅 教會稅 領主稅 地主稅 綜合稅 但貴族是一毛錢都不用交稅 即是整個貴族 完全是食窮的國家 因為他們覺得是理所當然 他們的權力沒有受限制的時候 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他們也不懂得收制 也不知道人民的忍耐力 其實他描寫得很好 忍耐力怎樣去到一個爆發點 Charles Dickens的文字真的很厲害 你們一定要自己看 如果我再說文字 就文學分析 即是說天光港元 所以 人民就開始對那些貴族的仇恨 仇恨到 是不得了 所以 到一度推翻這個貴族 即是大革命爆發的時候 就真的報仇這麼報 基本上是人民 是向最邪惡的貴族 展開前所未有的那種報復 那種報復是殺紅了眼的 而這個Revenge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Revenge 就是那樣東西 壓得太厲害 社會沒有氣頭 就是好像朱鎔基前總理都說 就是要消消氣 就是社會不可以壓得太厲害 你一定要有空間給它channel out 要不然呢 就壓力爆爆 其實這個 其實由我們很小時候 《跑新聞》都很明白 社會必須要有一個位 給它們出氣 要不然呢 即是歷史裡面 無論是古今中外 歷史裡面 都是告訴你 壓得厲害 那個彈就會彈得很厲害 而那種化了大革命之後 本來 其實Charles Dickens 對於這個反抗 對於這個革命 它是正面的 它是予以肯定的 但後來革命就已經變成了 變成了什麼呢 就是 報復心太厲害了 那種煞紅了眼 它是 一望無際 全部都是核飾 因為全部都是爛衣爛小 一望無際都是核飾的 波濤洶湧 浪浪相逐 但是只有摧毀的 你看到它 你完全是感受到那種摧毀 摧毀那種破壞的巨大的力量 即是沒有人去推測過 這個巨大力量的深度是多少 也都沒有人知道它的力量是有多大 但是這一群無情的人 就好像海裡翻起這個惡浪一樣 是沒有絲毫那個連韻的顏色 即是那個報仇之聲是此起彼落 簡直是地動山搖 你想一下形容到地動山搖 你想一下是多麼震撼的畫面 是一個多麼 即是觸目驚心 你看到你是不是害怕 即是去殺盡所有的貴族 只要是跟貴族有血緣關係 不用說 不管你是好人 還是什麼人 不管你 你要做過壞事 總之通通都殺格殺物 所以是最後 法國大革命到最後 是無數這麼多無辜的生命是被殺害的 亦都是令到國家陷入了一個最黑暗的時代 好了 雙城記呢 其實他想說什麼呢 即他是要有一種態度 第一件事就是說 你要警惩 因為他目的是要警惩當時的英國政府 第一件事就是說 你現在社會裏面出現種種不公平的現象 那種的壓益 即是你壓人民 各方面的壓人民 其實人的忍耐力是有一個限度的 去到忍無可忍的時候 就跟你死過 即是我經常都覺得這個好像烏克蘭和俄國 即是獨立國家 但其實他沒有任何的獨立的 沒有一個自主的能力 即是他所有事情都要跟隨俄佬的意思 之前201314的時候想加入歐盟 又被你拖垮 一腳踢散了 現在又被你一腳踢散了 所以這個烏克蘭的人民 為什麼會這麼奮力的抵抗 就是因為那套氣 即是忍無可忍 我忍了你 以後這個情況只會無限地發生 即是我要無限忍下去 那你忍了多久呢 即是問一下你自己 如果怎樣轉理一下你 你忍了多久呢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就覺得人民的忍耐是有限 即是當權者有權力的時候 不可能是為所欲為 不可以想怎樣就怎樣 不可以隨時找些什麼法押人就什麼法押人 是不行的 如果不然就會有一個很激烈的反彈 不過到了反彈出來的時候 他是正面的 但後來就變質了 為什麼呢 因為革命變得更加邪惡更加狂暴 甚至有很多被拋下去的屍體 其實都還沒有死的 全部被拋進河 那些水 那些河 我發覺大革命就是河 是因為太多屍體堆積的 而河都塞了 你想想河都可以塞到 你想想多少屍體 所以他說流血只會造成更多的流血 冤冤相佈 是沒有緣的 冤冤相佈何事了 只有愛心才可以挽救這個浩劫 其實他看到這個觀察 然後他也寫提醒這個問題在哪裡 故事其實是說什麼呢 正如這樣說 故事一開始就是1775年 是一個冬天 就是巴黎的一個醫生 叫做阿里桑莎曼奈 在散步的時候 這位醫生被那些黃族 那些貴族緊急去召喚 原因就是因為那些貴族 真是賤假搞出事 他一進去見到他家屋裡面 就是一個絕色的農夫 被人強姦 已經是瘋了 那個女孩 而在他身邊那個就是他的弟弟 躺在一堂血裡面 那當然後來救不回來 那些貴族就給了很多錢這個醫生 要他暗口肺 就是你不能把這件事說出來 但醫生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他不肯 結果就是被人打入冤獄 他18年冤獄 18年冤獄 而他18年冤獄期間 他的太太也瘋了 而他的女兒 就是被他的仆人帶了去 因為你爸爸在法國 在法國 身奉浩劫 帶了他去英國養 所以他的女兒 是在英國那裡長大 後來到了他這個醫生 就是 Dr. Alessandra Manet 18年之後 他就放出來 他都已經是 一頭八發 都是精神狀態都很不穩定 那他的女兒就去找他 接了他爸爸去英國那裡住 在英國的時候 他的女兒叫Lucy Lucy認識了一個男士 那個男士 其實是一個愛情故事 認識了一個叫Charles Stanley 的一個人 Charles Stanley這個人 原來他是一個什麼人 原來就是陷害他老爸 那個貴族的兒子 那為什麼這個Danny 不在法國湖天湖地 而去英國做一個 落博的教師 做一個法語教師 原因就是 他頂他父母不順 他頂他的家庭不順 哪有這麼賤格 這麼橫行的家庭 所以他看不過眼 於是他就離開了自己的家 就是去了英國那裡 就是教法文 是一個很落博 很窮 他都不用去家裡的錢 不像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 Prince Charles第二個兒子 就是 我現在不要家裡的錢 我不要英國王族的錢 我去美國生活 但我所有的那些保鏢 過億的家庭要你給 那些家庭 就是買了一層樓 要過億的要家庭給 就是不太沒出色 那他就離開了 這個自己的法國王族的家庭 貴族的家庭 就去了英國 後來他就跟Lucy相愛 認識 Lucy在跟Danny認識相愛之前 期間 其實他就認識另一個男生 另一個男生 就是一個英國人 英國的律師 就叫Sidney Carlton 兩個人的樣子很像 但性格截然不同 兩個都愛上了Lucy 但Lucy最後是愛Danny 就是他喜歡了這個貴族的太子爺 我不會說 總之就是愛上了這個法國貴族 愛上了Danny Sidney Carlton 即是Carlton就很傷心地離開了 但是他爸爸呢 是被Danny的父親陷害的 但是 這個醫生也是因為 女兒的愛情 即是他不想傷害那個女兒 或者你兒子愛上了敵人的兒子 你是不是可以這麼大方呢 這個就是愛和恨 這個其實真的是很大的人性挑戰 雖然我這樣說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 但是他可以原諒 就是被他的女兒和Danny一起 其實也沒有把他那段歷史說出來 好了 這是第一個愛 是去 overcome 有個恨 好了 本來就是好弟弟 Danny和Lucy結婚 結果在那個時候 就是彼岸 他們在英國 彼岸 就發覺大革命就發生了 當時這個醫生 其實他離開了這個冤獄之後 18年之後 其實他的僕人 就是接了他回來 因為他人是很好 所以他離開了監獄之後 他的僕人就接了他回家裡住 他的太太就是做一間旅館 這個旅館原來就是法國大革命 就是革命軍聯絡的地方 這個女人 Charles Dickens的描寫是很好 這個女人一直都是一個很善良很善良的女人 他也是受貴族苦難 他家人因為這些貴族而過世 但是他一個很善良的女人 直至到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 這個女人突然之間 就變成了這個革命童節 完全成為一個人 是180度的大便 完全是兩個面孔 他變得很嗜血 報仇心已經是 那個仇恨 已經是override了所有的東西 之前Dr.Manet認識他 那種很善良很人厚的女人 完全變了兩個人 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是他知道Danny 原來他的老爸 就是當年害了這個醫生的人 於是他就去報傳 結果把Danny抓了入牢 就是要送上斷頭台的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背景歷史 就是當這個壓抑去到很大 一反撲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是反撲到 那種仇恨完全是遮蓋你的眼 是殺紅了眼 完全是殺紅了眼 是很討厭 不是討厭的妹妹 是要治理於死地 其實Danny跟他 是沒有任何的血海深仇的 跟這位太太 這位之前很善良的太太 是完全沒有血海深仇的 他就要送上斷頭台 總之有血緣關係 全部都要死 不管你是誰 沒有做過壞事 不管你全部都要死 結果Danny就入了牢 當然被折磨 快要送上斷頭台的時候 Sidney Carlton 另外一個就是 英國律師 喜歡他的女兒那個人 就出現了 因為他們兩個樣子相當好似的 他就為了保護Lucy 他希望Lucy 可以跟他愛的人一起 他就斷言買通浴足 就代Danny上斷頭台 最後死的那個 其實就不是Danny 死的那個就是Sidney Carlton 他為愛而 憤然 就是 自我犧牲 其實你可能會問 現在有沒有人是這樣 其實仇恨去到極端 是有的 是會有一些這樣仇恨的人 但是人性的美好 我也相信人性是可以很美好 所以我為什麼會說這個故事呢 其實現在你看到兩地 都有很多Hatreds 大家都很看不上地方 當然也沒有去到這樣的環境 但是不要讓他再增加了 就是不要讓他再增加了 就是不要讓他增加了 也不要再 因為歷史告訴我們 其實是 怎麼說呢 就是 冤冤相佈何事了 你是永遠都擺不平的 就是這件事永遠都擺不平的 所以 就是最後 這個Carton 就是 有些人會覺得 哇 你怎麼這麼愚蠢啊 就是 你餵條尾而已 用不需要這樣 就是 愛就是 就是愛 就是 我想我們現在這一代人 可能難明白一些 就是 但是 這個故事 我覺得其實它有它 就是 很深的那個意思 就是仇恨呢 恨是不盡的 但是愛也是不盡的 就是 就是最後你是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不是互相去殺 你殺也都是 就是 不會盡的 你要真的去 去解決那個問題的話 真的要 停止這個干戈呢 那最後發覺是停止了干戈 如果不是就是這樣 一殺下去的話 就不是今天的發覺 是不是 那最後是可以由仇恨走出來 你想想 那時候這麼大的仇恨 都可以走出來 那現在怎樣 又不可以走出來呢 所以 我就希望 就是講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就是雙城記 那我也都很希望 就是大家 就是不要只聽 也都希望大家真的去看 不用看 看書這家東西 尤其是看經典 其實不需要急的 你可以慢慢看 就是 不需要說我兩三個看完 你看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都沒有問題 中間你可以慢慢嘴著 好嗎 那我們今天呢 就講到這一部 講到這裡了 這一部書 就是我highly recommend 那大家 好了 就快點買一本看吧 如果你們沒看過的話 拜拜 下星期見